設定格式化條件,第一個把範圍先選取,設定格式化條件 特別注意,這個設定格式化條件比2003還要更複雜 當然好處是你可以設定很多條件 缺點就是複雜度比較高 這邊你可以藉由新增規則,去新增兩個規則 一個是小於1,一個是大於L3的位置 像我剛剛已經做好的話,我可以管理 管理的方法的話,這邊注意說 用編輯,比如說小於1 小於1的方法 除了說可以用條件,用剛剛這個格式化條件 這個來做好像會有問題,我剛剛改一下 改成這個 是這邊,第二個 這個跟2003比較接近,指格式化包含下列的函數 我們這邊的話,就給他一個小於 直接 把它改成小於1 直接輸入1 不過他好像會自動幫我改成等於1 小於 格式的話呢 直接在選擇 白色的 按確定 再按確定 確定之後呢 其實我回來看 編輯規則 你看他自動會幫我加一個等於1 不過這個應該結果沒有影響 按確定